日本打算将运输机改成轰炸机 那么我国的运20是否也能改成轰炸机 充当一款平民版的轰20呢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妖 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的兼职 日本现在不能够拥有轰炸机 弹道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因此 现在日本就决定另批西境 对C-2运输机进行改造 让它具备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 这样的话 这款运输机就能够成为一款准战略运输机 将会极大程度增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 而在看到日本的这种做法之后 有人就在想 能不能把运20也改造一下周围轰炸机 相比较日本的C-2运输机 运20的性能更强 是一款正儿八经的战略运输机 改造成轰炸机的话 即不是直接等于我国拥有了一款战略轰炸机 相当于有了一款平民版不能隐身的红20 由于运20作为一款战略运输机 因此机舱内部有着庞大的空间 这些空间能够容纳大量的炸弹 因此有人认为 只需要在机舱里装上炸弹挂架 然后将这些炸弹 从机尾的尾门 像空头货物一样 把这些炸弹投放下去 或者说 更方便点的话 直接在机腹中间弄一个洞 通过这个洞在空中把炸弹丢出去 如果说直接从尾门丢炸弹的话 确实有着一定的可行性 但是这个炸弹就有着限制了 如果说直接丢的是制导炸弹的话 倒还可以 但要是丢重力炸弹就很难了 这些炸弹会在空中翻滚 将原本计算好的弹道轨迹全部破坏 从而导致打击位置严重偏离 并且丢制导炸弹的活 也得有专门东西配合 需要像美国快龙系统一样 将这些炸弹装到一个框架中 一框一框投放 并且还要在这些框子中放置降落伞 通过降落伞稳定弹道后 再慢慢地落下 这样的话虽然保证了打击力度 但是在灵活性上较差 很难做到对目标的精准投放 投多投少无法有效计算 而直接从机附投弹的话 危险程度更高 由于在运输机内部 想要移动这些货物 都是依靠人工的 面对上百斤甚至上吨重的炸弹 凭人力推动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并且这些炸弹都是高爆物 在机舱内移动它们的危险性十分大 如果说采取不用推动炸弹的方式 将炸弹的位置固定 直接在炸弹下方开动的话 就需要在运输机上开一个很大的口子 这样的话又会影响机体强度 导致运输机出现空中解体的状况 除此之外 U20的设计结构 使用在运输机上很合适 但对于一款轰炸机来说 很多的地方并不需要 像机附两侧为了运输货物 设计的起落架仓 为了增加容量设计的短粗机体 都增大了运输机的阻力 这导致U20并不能进行超音速飞行 这对于一款战略轰炸机来说 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虽然美军的B-2和B-21 都不能进行超音速飞行 但那是牺牲了速度 换来了强大的隐身性 像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 虽然没有隐身能力 但最大飞行速度可达两马合 比很多战斗机的速度都快 如果U20改成轰炸机的话 在没有隐身能力的情况下 很容易遭到敌方战机的拦截 而过慢的速度 又很难摆脱敌方战机拦截 再者 U20的机舱和驾驶舱之间 是分隔的 并不是亲密 这就导致U20改成的运输机 在空中投弹的话 打开机舱内部 导致压力变小 驾驶员会出现昏迷等现象 更重要的一点 U20运输机对于我国空军来说 目前并不够用 作为一款战略运输机 全国各地都要用到它 在本身就不够用的情况下 再改装成轰炸机 那么这个缺口就更大了 因此将U20改成轰炸机的可能性很小 不然的话 在出现运游20的时候 就已经放出消息说 U20迎来了运轰20的变体 当然利用U20的设计经验 去打造一款重型运输机 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的轰6都迎来了这么多个版本 潜能也差不多快开发完了 但在载弹量上 始终无法迈入战略轰炸机的门槛 有了U20的经验 或许我国能够打造出一款 真正的战略轰炸机 和传说中的轰20 一个隐身 一个非隐身 形成一个高低搭配